今天呢 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纸牌魔术 我们可以看到呢 扑克牌里面随便选出一张扑克牌 我们仔细看这是一张K 对不对 K黑桃 仔细看321瞬间K黑桃变成一张10啊 黑桃 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魔术 那我们来今天就讲解一下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变成这个魔术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首先呢 需要做一个准备啊 抽出一张扑克牌 那至于抽哪张扑克牌都一样 我们抽出的时候呢 接下来呢 把这一张扑克牌呢 同时拿起来 把底下这张扑克牌同时拿起来 拿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再用我们的手法 把这个牌呢 同时弯曲的时候 注意一下 用中指放这边 弯曲的时候 食指放这边 把它翻转一下 这时候弹射过程就会这样落下来 破坏就变掉了 再看一遍 自己看 弹射过去 那速度稍微快一点啊 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瞬间啊 Q 瞬间呢 就达到一个变排的一个魔术效果 非常非常简单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帮我点赞收藏一下哦 我们下期魔术不见不散 拜拜